1994年 和男友爱得死去活来的女星叶子梅 在外界对她和男友之间的感情提出质疑和非议的时候 她在纠结过后对男友提出了这个问题 面对叶子梅的突然刁难 她的男友吕西照也含深情地望着她说 我相信你有自己的底线 就好像我做医生一样有自己的职业操守 也就是你们经常说的医德 我相信你也同样是一位有底线有义德的演员 作为一位走性感路线出道的女星 一度被称为靠胸上位的叶子梅 曾被很多人调侃她是波霸 虽然口碑和风评不好 但不得不说她在年轻的时候真的是红极一时 凭借着出众的外貌条件 她走红后还圈粉无数 成了无数男人心中的梦想女神 在外人看来 以叶子梅的外貌和条件来说 必定会和李嘉欣 邱淑珍等女神一样 将来嫁进豪门 过上豪门阔态的生活 她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最后选择了作为圈外人的医生男友 吕西照 在对方的体贴呵护和宠爱下 叶子梅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 于是她在事业发展的最好的时候 毅然选择了放弃事业 为爱隐退淡出了娱乐圈 也从此淡出了大众的视线 结果谁能想到 在她52岁的时候 她深爱的这个男人 舍弃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在对方去世后 她名下的过亿遗产叶子梅却无权继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为这个男人付出了这么多 到头来却得到这样的结果 这真的让人不得不问一句 真的值得吗 1966年出生的叶子梅 原名叫苏群 在一个经济条件 普通的香港家庭长大 她父亲是一名理发师 全家的生活开支 全靠她父亲开的理发铺收入来维持 虽然那时候过得比较清贫 可叶子梅一家人 却能够吃饱穿暖 衣食无忧 从小在父母同爱中长大的叶子梅 父母并没有当地普通的 重男轻女的想法 相反的是 她的父母一直希望她能多读点书 以后出人头地 为此 她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去学堂读书 可惜叶子梅偏偏不喜欢读书 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的倒数几名之间徘徊 和大多数同时期的港星艺人一样 叶子梅读完中学之后就不再读书 早早地进入了社会发展 天性爱美的她在各行各业观望了很久 最终选择了当时香港非常流行的美容师这个行业 然而等她开始接触美容这一行业才发现 美容师并没有她想象中的那么好当 在学了几个月之后 无法适应美容师工作的叶子梅便放弃了这条路 之后叶子梅一边在父亲的理发铺帮忙 一边在寻求新的发展之路 看到女儿对未来迷茫和不知所措 叶子梅的父亲虽然很着急 可她也毫无办法 有一天叶子梅正在理发铺打扫 前一位客人剪下来的头发 一位正在理发的顾客看到她面容清秀 身材出众 便对她说 你留下这扫头发真的可惜了 外貌条件这么好 可以去试试当演员 肯定能活起来 这名客人还告知了一个消息 听说亚氏正在招学员 你可以去看看别错过机会了 叶子梅北想拒绝 因为她害怕自己文化水平不好 无法通过亚氏的考试 她的父亲却极力支持她去试一试 看到父亲充满西纪的目光 叶子梅只能报名参加了考试 1984年 18岁的叶子梅报考了亚氏的第三期 议员培训班 凭借着初衷的外貌条件 她顺利通过了面试 后来经过一年的集训之后 她成功从上千名考生中脱颖而出 被亚氏签约后成了其名下的演员 因此正式开始了她的演艺生涯 出道的第一年 运气非常好的她搭档潘志文 罗勒森等人参演了首部作品 天涯明月刀 可惜受到的关注度却并不高 之后她又陆续参演了亚氏的不少作品 每一次都如同清水点水一般 激起的浪花特别小 而当时没能走红的叶子梅 每个月只能领着3000块钱的微博工资 一直在寻求发展机会的她 为了能够走红起来 每一次公司有作品拍摄 或者是有活动举办的时候 她都会积极寻求机会出镜 有一次公司芯片上映时 摄影师发现了她傲人的上位优势 便邀请她拍摄了一组写真照片 尽管叶子梅觉得怪怪的 可想到这样能增加曝光的机会 她答应了拍摄 没想到杂志上市后 迅速被抢购一空 杂志社在调查后发现 几乎所有人都是奔着叶子梅来的 公司在发现叶子梅的这个优势之后 开始大力支持她走性感路线 让她拍摄一些尺度比较大的作品 除了在亚式发展以外 叶子梅当时还以邀约演员的身份 拍摄了不少其他公司的一些 靠卖弄姿色来博眼球的作品 看到这种方式确实能走红起来 叶子梅后来和亚式约满后 她干脆直接离开亚式 加入了佳和电影公司 在这里 叶子梅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在佳和的力捧下 她相继才演了霸王花 以及富贵开心鬼 开心巨无霸等等的影片 尽管她在这些作品中都是以客串的方式出镜 可她还是凭借出众的外貌 吸引了观众的关注 成功凭借这些作品收获了不少粉丝 1989年 出道多年一直没能大火的叶子梅 为了迅速走红起来 她听从了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蔡兰的建议 开始进军风月片领域 她接连给观众带来了聊斋宴谈 玉谱团等作品 凭借这些风格大胆独特的影片 她迅速在香港火了起来 不过 叶子梅虽然拍摄了不少风月片 她却和大多数的风月片女主不同 她有自己的底线 这个底线便是不露三点 为此 在她走红起来之后 不少被她的美色惊艳到的观众 还纷纷要求她打破这个规则 一些投资商也同样开出了天价 想让叶子梅满足观众的要求 然而对于这些无理要求和请求 叶子梅全都断然拒绝了 除此之外 叶子梅还有意往证据的方向发展 她接连参演了吕良伟主演的《颇豪》 以及周星驰等人主演的《秦胜》等作品 虽然她大多数时候依旧是以配角的身份参演 可凭借着她的个人魅力 她还是成了香港当时的人气女演员 相比当时同样发展得非常好的李嘉欣等人来说 她的口碑可能没有那么好 可喜欢她的人却一点也不少 然而让人奇怪的是 1994年只有28岁的叶子梅 在她事业发展得最好的时候 参演完《地下裁决》这部作品之后 突然宣布退出娱乐圈 从此淡出了大众的视线 对于她突然退圈的选择 当时很多人都感到不解 毕竟她那时候还那么年轻 而且发展得那么好 按理来说不可能退圈才对 后来我们才知道 她是为了爱情而退隐 其实早在叶子梅刚走红起来的时候 外貌条件初衷的她 就凭借着万种风情的魅力 吸引了不少富豪和富二代的青睐 很多人为了追求她 更是不惜一致千金 对于这些人的重金追求 叶子梅全都一一拒绝 她知道这些人喜欢的只是她的外貌 并不是她这个人 她看到很多圈内明星都过得很幸福 她一开始也打算找个圈内的男朋友 可后来她才发现很多人和她在一起只不过是为了逢场作戏 在彻底想通后 她将目光放到了圈外 就这样她遇到了她的男友吕西照 吕西照和叶子梅年纪相仿 是香港有名的脊椎医生 有一次叶子梅拍戏弄伤了腰部 刚好来到了吕西照的诊所 通过一番接触下来 她被不善言辞却特别体贴的吕西照给吸引 打开了心扉 之后他们经常一起聊天吃饭 经过一番接触下来 叶子梅得知对方已经结婚 并和前妻生下了一个儿子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